啊 你有几个初恋啊 那人的初恋不就有一个嘛 你给我讲讲你的初恋呗 干嘛呀 你讲一讲嘛 我又不生气 真不生气啊 真不生气啊 你看都过去这么久了 咱不吹醒了吗 真吹醒了 真不生气啊 真不生气 那初恋呀 就是简单的单层的 不是你把手拿开 你啊 不是 我打你们 我就把手放这怎么了 你两个还有联系没 没联系了 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了 都不联系了 有孩子吗 有 一儿一女 那人家住哪里住 离单家 有2.5公里好像 不是 你把手拿开你 你不是不生气吗 我没生气啊 这不就纯闲聊了吗 是吧 对 纯闲的 那个 你还亲过嘴吗 没亲过 就简单 碰了一下 怎么碰的 就简单碰了一下 简单碰一下是怎么碰的吗 这就是 简单的碰了一下 到底怎么碰的 就 简单的 怎么碰的到底 咋碰的呀 小马 咱俩分手吧 老板又咋了 我做错什么了 我闺蜜说了 你能找到更好的 什么叫更好的 当然都给我花了 当然都给我花了呀 假如我俩在一起了 那钱给谁花 多给他花了呗 对呀 你想想 你愿意吗 我懂了 懂了吧 我现在就把他删了 等会儿 你先把微信推给我 为什么呀 我骂他呀 他脚合在脸上 对吧 行 我现在就推给你 对 很骂他 挑不理解 真的是 快醒醒快醒 你男朋友给你打电话了 赶紧来 男朋友给你打电话了 快来快来 快讲 喂 小马 你在哪呢 在我闺蜜家呢 你在你闺蜜家 确定在你闺蜜家吗 在我闺蜜家呢 在你闺蜜家干什么呢 我 我我我我 我真的在我闺蜜家呢 在你闺蜜家 赶紧回家 我跟你说啊 都几点了还不回去啊 我一会 现在就回 啊 啊 啊 回哪啊 小马 啊 他骑猛了 这怎么是怎么看见你了 那是怎么 啊啊 不是 上哪去呢 小马 我睡门了 你们信吗 不是 哎 你给我起来 哎 叔叔 我想问一下 咱这份彩礼 一般得多少钱呀 一半 是 是了万块钱 啊 老板 那咱俩感情可不一般 特别深厚 那个 嗯 你就给我20万彩礼得了 行 姐 那你结婚 不都是男朋友给女朋友彩礼呢 怎么给你呢 我跟你说啊 老弟啊 我这是为了你解好 我弟说的好像有道理啊 你俩为我好了啊 谁啊 你看啊 我给你捋一捋啊 那个叔叔 你也听一下 咱们出去吃饭 服务员听谁的 当然听我的啦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咱们去消费了花钱了 对吧 对啊 啊 然后再说说啊 那咱打车的时候 司机又是听谁的 那肯定也得听我的呀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老弟因为什么 花钱了吧 对了嘛 那个你说咱俩结婚以后 这个家里 谁做主 那可得我做主啊 小马 大家得提前讲好啊 我得是一家之主啊 对啊 是吧 叔叔 那如果是老板做主的话 那你说这彩礼的话 爸 你把彩礼钱给小马 你以后我俩结婚 那必须得我试一下之主 他得听我的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得听一听老板的 谢谢叔叔啊 对对对 你姐当家 你姐一家之主 老板 你累了吧 我给你按呀 走开了 无视线殷勤 非剪辑掉 别想要看电视 老板 你欠我的钱 什么时候还呀 你小张嘴就胡来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呀 你还不承认是吧 行 那我跟你说啊 我每天早上上班想你 下班想你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做梦梦到你 就连说梦话 都喊着你梦悠悠的名字 那时间它不是金钱 是不是得给钱 少不油嘴滑舌 我才不吃那一套呢 我起开 行 你不给是吧 你不给我找你男朋友要去 我哪有男朋友啊 还不承认是不是 行 我每天早上 洗漱照镜子的时候 都看见你男朋友了 你还说没有 给不给 行 我呀 我给你 我给你 谢谢了 你干净点 哎 嘿嘿嘿 这种马经理吗 老板 你怎么来了 这怎么呢 干我撕活了呀 不是老板 话说了也太难听了吧 什么叫撕活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可不归你管 在公司你是老板 在这我是老板 我说了算 烤鸡 什么要尝尝 烤鸡啊 对 多少钱一只 三十 三十啊 对 那我买多能便宜不 你能买多少呀 这话说的 一百只 一百只你吃得完吗 你还一百只吃 什么态度啊 你管我能不能吃完呢 卖不卖 管我去旁边买吧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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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的多一百只 找了二十一只给你 怎么样 二十一只 是 行 但是我丑还往前说了 给我做这一百只的时候 不能给任何一个人插队 你放心 你这是大客户 我也有一个客户 紧得你先做 行吧 行 我们坐去了 好 老板 考虑多少钱只 二十五 二十五啊 行过来两只 行 不是老板 你干啥呢 我是老板好吧 说好了给我做之前 不能让别人插队 赶紧坐起 来 扫马来 扫我的马来行 好 扫我扫去了 好 等一会儿吧 不是 老板 这味不对啊 啥味不对 多新鲜呀 低点和刚进的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不赶紧坐后面拍着老长队 看不着呀 来后面扫我的马 嗯 等 等 等 你怎么泡我这儿 上浪费了 咱俩不讲好 你们给我做的时候 不让别人插队 再说了 我这一百个鸡 也算是这个店 半个股东了吧 我才是老板好吧 你这只是老板啊 我给你交一下 啪 啊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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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婉 啊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这有四五年了吧 这么久了啊 啊 那你说咱俩现在感情如何呀 亲如兄弟 兄弟啊 啊对啊 哎对了老外 哎不不不对 那个兄弟啊 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只要不是借钱 什么就行 哦 不借钱 你能帮我生个孩子吗 啊 啊 是孩子啊 啊 你刚才不知道 大家是兄弟吗 你跟我老都啥了 十万 我说话你听我明白吗 给你二十万 不是差钱的人吗 一一百万 我在赠你一个产后修复怎么样 一年后 那个老板 钱过去了啊 你把孩子给我吧 我想想 要不然咱俩还是打婚结了吧 不是 不是老板 他不是说好了当兄弟了吧 你还拿我当老公是吧 不是 我不要财力不行吗 那我现在我也没钱买房子呀再说 我有啊 我的房子给你住呀 关键是也没个车 我去哪也不方便呀 我低库里的车 你随便选 你想要哪家要哪家 那我这这一百万都是银行贷款 你给我吧 咱俩结完婚以后 这属于夫妻过头债务 我可以帮你还呀 这样啊 嗯 那行吧 看在咱俩多年兄弟的份上 我才答应你的啊 行 谢谢你啊 那赶紧回家吧 他都混了 啊 走走 行 快点 不开门 哎 老板你找我啊 嗯 怎么 这不年底了吗 给你发个小子 这么多都给我的啊 那不应该的嘛 给我这么多年了 哎 行 谢老板了啊 哎 哎 咋了 就这么走了啊 那不然了 其实吧 这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办不了啊 办不了 你这钱都够买我命的了 我还没说 要干嘛呢 你就办不了 那行 那你先说说什么事 说马上贴贴了嘛 我爸妈从老家过来了 然后你去帮我借一下 陪他们吃个饭 哦 哦 假扮你男朋友是吧 要不然他们总最要结婚结婚找一下的 行 这个我我我再行 我熟啊 行 走了啊 哎 哎 哎 对了老板 嗯 你说你爸妈来了晚上 我是不是得安排吃个饭啥啥的 啊 当然啦 酒店我都订好了 我有发位置给你了 哦 嗯 那吃饭是不是得稍微喝点 我早就准备好了 呦 喝着呀 嗯 啊 那叔叔酒量怎么样 你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的 那一个够吗 再给你一个 再来调烟 行了吧 哎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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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行 我走了啊 谢谢 对了老板 嗯 你说别人喝多了 都有媳妇陪 那你看我喝多了 你想的美 赶紧去吧 不行 我不管走 不是 走 我不管 你不管 那 上车 你说 公主请上车 老板 这大街上呢 你赶紧上车吧 老整身肉麻的事 你说公主请上车 公主请上车 你说 尊贵的公主请上车 尊贵的公主请上车 你说 美丽大方的公主请上车 我美丽大方的公主请上车 你说 我心甘要 谁 我 你走不走啊 上个车这么费地 干嘛 我没走 哎哎 好嘞 你上车 约会你上车干嘛呀 我 走 这大方的公主 我 我 你 小鲜女下班了 哎呀 欢迎老板下班 嘿嘿嘿嘿 咱 你走吧 老板 您能借点钱吗 啊 不是 你怎么又借钱啊 哎 你别管了 这个人挺重要的 你成天往外借钱小马 来来来 你给我过来来 我给你找了些大款吗 不是 我这回真急用啊 谁不急用啊 谁借钱不急用啊 啊 说好的两到三天还 两到三年都还不上 借钱的时候跟个孙子 对了 还钱时候跟个大爷似的 我告诉你啊 这钱不能借 不是老板 我都跟人家说好的 再说了 这个人跟我很亲的 谁说好了 我说好了吗 我不同意啊 谁同意 谁借 不是 我都答应好了呢 算算算 借多少钱呢 十万 多少钱 十万 十万 小马 你这到底 你自己开业行 还是大款呀 怎么的 需要你去扶贫啊 你一切姿势都难保了 借钱 说什么也不能借 可是这个人必须借 那跟我亲人一样 跟我妈一样亲 亲人就不能借了 你不知道吗 借好了那叫亲人 借不好吧 那跟仇人似的 我跟你讲啊 借钱没有 要命一条 让他借找我来 老板 你可不能乱说 你这样会出事的 出什么事出事 一分钱没有 我告诉你 别说今天是外人了 就算我妈来 亲娘老子来 我也不借 阿姨 我就说她不借吧 嗯 阿姨什么时候来的 我要是不来 我都不知道 我生了白眼狼啊 没没没有 我没说我不借给你 咱俩之间借什么借 我应该给呀 对不对 你回下来 下来咱俩好好谈谈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等到 等到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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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叉叉叉 十道解荡布 哎 哈哈哈 十道解荡布 哎 哈哈哈 你还给我一下死手的你啊 你还玩得起吗 啊 喝游戏 一眼都哭了 哈哈哈 哎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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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还不信我今天赢不咬你了 好 来 继续 石头剪刀布 不是 石头剪刀布 哈哈哈 哎 石头剪刀布 不是 不是 石头剪刀布 不不不 我碰碰碰 是 右手 哎 啊 哎 这有机子 我的 我的 什么 你把客户约到家里来了 哈哈 一起去泡温泉 不是方便吗 哈哈哈 你晚上有空吧 我不去上次陪你去玩 腰疼了好几天了 不去算了 我去补个状 哎呀 老板 来人了 你先帮我照顾一下 这怎么照顾呀 这啊 你平常怎么照顾我 这怎么照顾他呗 嗯 懂了 你真的会看手相吗 这看手相是个仔细会儿 得认真看 你这是一根线有点钱呀 嗯 那怎么办 这有点困难 要不然大家先加个微信 我慢慢给你解读呀 哈哈哈 你就这么照顾人呗 哈哈哈 不是你说的吗 平时怎么照顾你的 就照顾他呀 哈哈哈 你 你确定你要在家呀 我还是陪客户吧 你刚才不是不去泡温泉的吗 陪客户才是最重要了 只要客户喜欢 我干什么都行 那行吧 我俩去逛街了啊 啊 等会儿 不是让我陪客户泡温泉吗 嗯 在那儿 那你快哥 嗯 那她是 我闺蜜啊 我两个好了去逛街啊 啊 对了 不太好酷啊 嗯 她就喜欢一家 年轻有活力的 海小孩 啊 啊 啊 哎呀 哎呀小妈 终于下班了 回来了 快走了 来 啊不是 不能亲啊 为什么啊 哎就不能亲啊 啊不是 不是这真不能亲啊 每天咱们都会亲亲我 今天为什么不能亲啊 不是 不 这可以亲了吧 啊 不是不是不是 这真不能亲 没有味啊 没有味为什么不能亲呢 反正就是不能亲啊 怎么了 今天工作的时候 妈这里欺负你了 今天不好 哎 想吃了 那抱一下 快 不是 你 妈 妈 你怎么在车上啊 我就说不能亲了吧 那你也别看我呀 你看我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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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回家 哈哈 哈哈哈哈 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么过分呢 不是老板什么情况 姐夫 我不能骗了10万 啊 我妹 她前男友跟她借10万块钱 10万呢 啊 啊 说怎么就是没有 哎呀好好好 别别别哭了别哭了 我给你想想办法 那个她有什么弱点呗 啊 喜欢我什么可爱性感的美女像 下 我 就没有正经啊 啊 喜欢美女是吧 啊 喜欢美女的话 哈哈哈 你干嘛 啊 你这张胖虎啊 你放心 按剧本演就行啊 行 哎 妹妹啊 是她吗 对就是她 姐夫 你要是能把钱给我要回来 我当牛做马报答你 行 成交走 咱俩今天没有10万财力 这不用了 你你威胁我是吧 分手就分手 一分钱都没有 哎哎哎 兄弟 这美女长这么好看 身材这么好 要10万块钱财力咋了 哈哈哈 你谁啊你 我就晕她了 跟你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10万块钱不是你厨师吧 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我女朋友 别说10万 100万再多我也给你 只要她给我10万财力 我就跟谁走 行你走你 你随便走你啊 哈哈哈 哎 哎哎哎哎哎哥们儿 哈哈哈 今天你要是能把10万拿出来 我现在走行了吧 行来 打个手机我伤你 好了过去 收到了 老板收到了吗 走 走 哎哎 啥意思啊 要电话又抢一个事情去啊 是不是要打电话了 打呀来我提前给你打好了 你打呀我们一起去啊 对啊 啥意思 呸 你个渣 行 姐夫还是你厉害 是吧 你姐她还在跟钱呢 她她我还在跟钱呢 你快给你解解释解释 哎等会小马啊 啊 那个晚上我有事 你帮你把车下上游 哦好 哎对对对了老板 那个我外人刚才姑发了的数学题 我不会算 你帮我算算吧 什么数学题啊 如果我是负二你是负五的话 咱俩加一期是多少 负七呗 哎老板嗯 你给我买个私人飞机呗 什么东西啊 私人飞机啊 小巴你发烧了 买个飞得好几亿的拿什么买呀 那买不了飞机 那那你给我买个别墅吧 就大别墅 别墅也得好几千万 不是那你这也买不了那也买不了 那买个跑车总行吗 跑车也得几百万呢 买完咱俩吃什么呀小马 不是了吧 你说那你这也不买那也不买 那我跟你在一起我图啥 哎 不是你今天怎么回事 能不能别无理取闹 你能不能咱俩实际性的呀 实际性呢 啊那你给我买个灰发光的4090吧 买 哎行 我先走了啊 记得啊 什么东西啊 啊记得晚上给我带回家啊 拜拜 什么小事啊 哎老板 那你能不能借我一样拿钱啊 借钱干嘛呀 那我想给别人过个生日 这不是 差一点 差一点 借钱可以啊 但是 你拿啥环呢 呃 不不不不是老板 我我告诉你啊 我虽然穷 但是我卖一不卖谁啊 哈哈哈 你想的美 你这一天谁稀罕呢 就服了 啊 哎 但是 你得承包我一个月的家务 哎呀 这没问题 交给我啊 交给我 那我走了 啊 哪有女的呀 啊是个女人 你你不认识 是女的啊 啊对啊 我不接他 哎不是 那你刚刚都答应我了 怎么还反悔呢 那我走了 我走了 哎 哎 对了老板 那你能不能再借我一台车啊 我想去接他 可以啊 但是你带上我 不是老板 我给别人过生日 你跟我一起去算怎么回事啊 是我没有搞错啊 你借的是我的车啊 你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我得负责任的好不好 你要是不想起的话也没办法 那 哎 那那那那那行吧 不过你可别反悔啊 保证不反悔 哎 那走 等会儿老板 那个能不能麻烦你今天坐后面啊 我为什么要坐后面啊 哎不是我接的这个人吧 他腿比较长 然后 哎呀算了 算了跟你也说不明白 跟你跟你说不明白 你就坐后面吧啊 快去吧 行 小马你挺会体贴人哪 还他运车 还他腿长 我腿不长啊 不是了吧 你干嘛 走吧小马哥哥 这就是你说要接的人呗 不是了吧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呀 哥嫂子 嫂子再走吧 嫂子你又是谁 不是你啊 这这我弟 你快给他解释一下 这是谁啊 我女朋友啊 怎么了 你女朋友啊 那个你哥说他要接人过生日 你俩谁过生日吗今天 哎哎哎 我来了 没人过生日啊 那那谁过生日啊 走了 我妈今天过生日啊 你你妈 对啊 不是我妈 哈哈哈 我高想起来公司有点事 我我先去除下公司的事啊 车留给你们的 我打车走就行了 啊 不是 你把车打开啊 不是老板 你说过不反悔的啊 老板嗯 马娜娜 哦你说 那个 今天晚上我前女儿结婚 你给我去一趟呗 不去 嗯不是 你假扮一下我女朋友给我去 我前几天说 我假扮你女朋友给你撑撑场面 你说你不用我 现在又想起我来了 那不是 那不是前几天 你是没找着合适的人吗 你什么 不是 没找着像你这样 长得漂亮身材又好的 嘿嘿嘿嘿 那也不去滚带 那那那这 直接的 你开个价吧 开个价啊 啊 五十啊 五十行 走走走走 想什么呢五十哦 只五十啊 五五万也行 五万 多少钱 五万 你干脆直接去抢得了 你去抢得了你 还五万你 那太欺负人 哎呀老板 五万就五万嘛 行吗 五万就行 好吧 那 你下去去热车 啊好 你关我啊 那就 我去换身衣服 好 啊 嗯 这 这 哎叔叔啊 我想问一下 咱这份彩礼 一般得多少钱呀 一半 是了万块钱吧 啊 老板 那咱俩感情可不一般 特别深厚 那个 嗯 你就给我20万彩礼得了 行 姐 那你结婚 不就是男朋友给女朋友彩礼呢 怎么给你呢 我跟你说啊老弟啊 我这是为了你几好 我爹说的好像有道理啊 你哪为我好了 你看啊 我给你捋一捋啊 那个叔叔你也听一下 咱们出去吃饭 服务员听谁的 当然听我的啦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咱们去消费了 花钱了 对吧 对啊 啊 然后再说说啊 那咱打车的时候 司机又是听谁的 那肯定也得听我的呀 是吧 因为什么 老弟因为什么 花钱了呗 对了嘛 那个你说咱俩结婚以后 这个家里谁做主 那可得我做主啊 小马 大家得提前讲好啊 我得是一家之主啊 对啊 是吧 叔叔 那如果是老板做主的话 那你说这彩礼的话 爸 你把彩礼签给小马 你以后我俩结婚 那必须得我是一家之主 他得听我的 是不是 对对对 我来听老板的 对 谢谢叔叔啊 你不会再听我的 对对对 你姐当家 你姐一家之主 像我像我像的都快要走了 爸 怎么玩游戏呗 不玩 看看 怎么多 嗯 玩不玩 不玩 坑我好几回的 不玩的 不玩了 老弟玩一次啊 怎么玩啊 二点三次 对 行 那我来一次 来一次来一次 二十 好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一碗 哎呦 老弟 你也太好了 你还不玩 玩玩 是 再来一次点 那只能成长二两次啊 玩的我都亏了 就是啊 哈哈 又一百 哈哈 二百块钱 赚了吧 赚了赚了 是 爸你玩玩 好书与 玩玩 来一会儿的 行 来一会儿啊 好 就一会儿 好 好好转啊 哎 哎 妈你什么手气啊 你手气太大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知道吗 再来一次 对叔叔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那行吗 好好的啊 你学姐我老弟你看我老弟的手气多棒啊 是不是啊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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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你这你这手气太差了 这对叔叔 看来我来了 再来 我忘不了 你这边肯定有毛衣 有什么毛衣啊 来第一个来 你头上 你看 对啊 对啊 你把色证啊 你看一百的 这些有两块的是不是 那你每次你一块都让你抓起来 那你赖谁啊 你自己手气不好你赖谁啊 说真的好吗 我就断不打的 啊 你算了 叔叔再来两把 我啥完了 再来两把 再来两把呀 行 好好炸啊 对就会好好炸 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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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炸 这砸 还要做一次了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好 好 还有一次 打的打的 打的 一把 一把 说一次 我 我 我还有 我还有十块钱里面 你没有了 你 你走 我五十块 哪有十块呢 哪十块也不够 那说好了规则二十一次的嘛 对不对 那给你十块钱的老地 你怎么办 我今天不要了 价你十块我再转一会儿 转一会儿就行吧 行行行 一样说说再玩一次吧 行吧 那行吧 最后一次啊 抓不住我再也不亏你干了 这是什么 坑银 坑银 你没坑啊 你没坑啊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那你自己抓不到你来谁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那你看 是不是干谁啊 我认识这么糟 他就在火断了 那你没办法 那那走吧 老弟们吃点火 是吧 走走走走 三十八度 啊 你有几个初恋啊 那人的初恋不就有一个嘛 你给我讲讲你的初恋呗 干啥呀 你讲一讲妈 我又不生气 这么生气啊 真不生气啊 你看都过去这么久了 咱不吹闲聊吗 这真存下了 真不生气啊 真不生气啊 你给我讲讲 那初恋呀 就是简单的单纯的 不是你把手拿开你啊 不是我打你没 我就把手放这怎么了 你两个还有联系没 没联系了 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了都不联系了 你怎么会有孩子吗 有 一儿一女 那人家住哪一家 呃 离单家 有2.5公里好像 不是 你把手拿开你 你不是不生气吗 我没生气啊 这不就纯闲聊了吗 是吧 对纯闲 那个 你还亲过嘴吗 没亲过 就简单碰了一下 怎么碰的 就简单碰了一下 简单碰一下是怎么碰的吗 这就是简单的碰了一下 到底怎么碰的 就简单的 怎么碰的到底 咋碰的呀 啊 哎等会老板 嗯 吃草莓你一个人吃土屎啊 你不应该分一分吗 你吃吗 我不爱吃那个东西 这么得呀 那叔叔在吃呀 我爸也不爱吃 我咋不爱吃 你看嘛 那叔叔爱吃 那你赶紧分一分 你以前不会吃草莓的嘛 行行行 我拿个盘咱们分一分不就行了吗 真是 但很少贵 来吧 草莓再来分分啊 你往前看一看 别说我又吃毒食啊 你一个 我一个 看到没有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LATEL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上 你这次也是说了 三十万块钱才理的 一分钱不能小 你还要当上门女士 我家的货呢 你都全包了 全干嘛 行 叔叔 这把我要是赢了的话 彩礼你一分不能要 而且啊 给我配车配法 我现在立马领着悠悠 领这儿去怎么样 那行了 我姑娘还能像他你啊 就是 对我姑娘 嗯嗯嗯嗯 四个十 要不要 不要 不要是吧 不要我要 四个尖 嘿嘿 四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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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尖 上 一 一个尖 一个尖 四个尖 嘿嘿嘿 叔叔啊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嘿嘿嘿 妈走了 拜拜 拜拜 太棒了